法国的夜店从2020年3月开始就停止营业了 而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渐趋缓 夜店老板希望能够和餐厅酒吧一样重新开业 该行业的专业人士与政府协商可行的卫生防护措施 在2020年初新型观众病毒传播到法国时 夜店首先关闭 同时也可以预见到他们注定是最后重新开业的公共场所 虽然法国正走向解除限制的最后阶段 随着宵禁等限制措施将于2021年6月30号结束 夜店也在协商恢复营业 7月2号这一天已经被多家媒体提出 但专业人士表示他们正在与政府谈判 希望6月30号重新开放 进入夜店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 人们还非常关注五池里是否需要强制佩戴口罩 这也是夜店和政府纠结的问题 专业人士主张在五池里不需要戴口罩 但夜店需要指定一名推荐人 DJ负责将健康说明传达给顾客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欧洲G7之旅正式开始 此行的亮点是他于6月16号 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 周三晚上抵达英国后不久 乔拜登的话很清楚 美国计划再次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为此他在那里会会见普京 并在G7峰会上以强硬姿态宣布 为贫困国家输送50亿剂辉瑞疫苗 乔拜登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陪统下 乘坐空军一号降落在英格兰 这是他作为总统的首次海外旅行 周四拜登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会面 唐宁杰表示 考虑到网络攻击和全球变暖的威胁 两位领导人在他们的前任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模式上 就新的大西洋宪章达成一致 周日乔拜登将在温莎城堡 拜访在位69年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然后在与欧盟举行另一次峰会之前 参加北约峰会 定于6月16号在日内瓦 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晤 是这一次访问的焦点 周三晚上 美国总统表示 打算告诉俄罗斯总统 美国这边的需求 并重申了他的警告 也就是 如果莫斯科从事有害美国利益的活动 美国将做出强烈而有意义的反应 他继续说 美国不希望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两国之间应该是稳定和可期的关系 当地时间6月10号 印度卫生部门报告的 新冠肺炎单日死亡人数 升至6148人 创下印度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的最高记录 其中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 比哈尔邦 修正了该邦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方法 使该邦的死亡病例总数 从约5400人上调至9400多人 据印度时报6月10号报道 比哈尔邦修正数据之后 新增了3951例死亡病例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增病例的死亡时间 比哈尔邦卫生部官员阿姆里介绍称 修正后的数据 包括了在私立医院死亡的病例数 在送往医疗机构或家庭隔离期间出现的死亡 以及在检测成阴性后 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的患者 这些人早前并未被计算在内 截至6月10号 印度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 为359676例 而比哈尔邦相关数据的更正更加剧了外界的疑虑 也就是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印度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据英国卫报报道 印度一家研究和民调机构上月估计称 新冠疫情已经在印度夺取了至少180万人的生命 如果这一数据属实 印度将成为受疫情影响最惨重的国家 当地时间1月24号 孟加拉国打卡 一名十岁儿童在克拉尼港地区一家皮革厂打工 每天赚亿美元以贴补家用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1年6月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1年全球同工人数出现20年来首次反弹 升至1.6亿 当地时间3月4号 韩国首尔 韩国检察总长尹熙悦 在大检察厅办公楼公开表示辞呈 据韩国司法界10号消息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对涉嫌滥用职权 妨碍行使权利的前检察总长尹熙悦 进行立案并且着手调查 当地时间12月11号 荷兰海牙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国际法庭上 6月10号消息 据报道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涉嫌收受贿赂 以及违规使用土地 被指控违反反腐败法第55条 缅甸警方已于6月9号 在内比都对此立案侦查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违反该法条的涉事者 最高可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当地时间6月9号 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 一位小男孩在接受比特币的商店买东西 9号 萨尔瓦多议会以84票中62票支持 通过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利的提案 正式批准比特币为该国法定货币 90天后 比特币将正式作为法定货币在萨尔瓦多使用 萨尔瓦多这个中美洲国家成为全球首个承认比特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当地时间6月9号 印度梦买 卫生工作者在火车站为旅客采样做新冠病毒检测 印度10号报告新增6148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这是截止到目前世界上一个国家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最高的数据 当地时间6月9号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人们走过一家营业的冰激凌店 鉴于当前新冠疫情进一步缓解 比利时当天启动夏季计划第一阶段 餐馆咖啡馆酒吧等恢复室内营业 当地时间6月10号 日本夏冠市 补经传第三涌新丸从夏冠市港口启程 标志着商业补经济的再度开始 自2019年持续了31年的补经济被中断 当地时间6月9号 美国佛罗里达州 Oxitec工作人员放置装有转基因埃及伊纹虫卵的罐子 埃及伊纹中的瓷纹 是登格热 黄热病 债卡 激孔肯亚热疾病的主要传播者 Oxitec是一家美国公司 主要研究如何控制全球传播疾病和破坏农作物的昆虫 当地时间6月9号 以色列亚夫尼 以色列一名考古学家在挖掘现场 发现了一枚几乎完整无缺的千年鸡蛋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